赖清德左四日参加台湾人工会学校新竹分校第三期的开学典礼 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湾人工智慧的发展 陈玉贤涉赖清德中四日参加台湾人工会学校新竹分校第三期的开学典礼 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湾人工智慧的发展 陈玉贤涉赖清德今天上午参加台湾人工智慧学校新竹分校开学典礼 与科技经理人工程师互动愉快 科技人在赖清德要离开前海大牌长龙争相合照 陈玉贤涉赖行政院长赖清德四日参加台湾人工会学校新竹分校第三期的开学典礼 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湾人工智慧的发展 陈玉贤涉赖行政院长赖清德四日上午会邀参加台湾人工会学校新竹分校第三期的开学典礼 赖清德表示他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湾人工智慧的发展 未来他若有机会带领台湾会积极的推动人工智慧领域 让人工智慧产业化让产业能够人工智慧化带动台湾经济奇迹发展 赖清德表示也许大家还不了解现在的人工智慧也认为他很难懂 但10年后他可能就是现在的埃克塞尔 大家可以想象如果现在任何一家公司不会埃克塞尔是什么情况 换句话说 10年后我们如果不会人工智慧的话 那么这家公司或个人相对就会处于劣势 台湾就会失去竞争力 特别是我们看到工业4.0的时代来势汹汹 过去台湾在基斯时代发展得很好 掌握住很好的机会也带动了发展 但台湾错过了网络时代与云端时代 我们不能再错过工业4.0与人工智慧时代 以目前中小企业要升级 需要人工智慧的工程师 个人要创业也需要人工智慧的技术 但目前相关的技术人才严重的不足 台湾一年所培养的人工智慧人才才5000人左右 隔离的日本一年就可以培养25万人 虽然两国人口数有差别 但比例上仍相差非常悬殊 未来他若有机会带领台湾 他会积极地推动人工智慧领域 让人工智慧产业化 让产业能够人工智慧化 带动台湾经济奇迹发展 赖清德今天上午马不停蹄地在新竹县市基层访问 上午先到竹科参加台湾人工智慧学校新竹分校开学典礼 与科技经理人工程师互动愉快 科技人在赖清德要离开前海大牌长龙争相合照 紧接着赖清德转往新竹县竹东镇的会昌宫参拜 下午再到新竹市巨城购物中心举行 用行动带来希望个人签书会 傍晚到新竹市河滨滑板公园与滑板全手见面会 中时莱斯富洛克阿兹会 中时莱斯富洛克阿兹会